台中龙井古董商人 离奇断魂店门口 身中八刀干费刺破 现金仅遭窃500元 吸毒妖子靠霸讨钱 鬼血衣惹嫌疑 失去手机突发化 定位追出不堪真相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这起特种兵盗杀古董商民案 核心老龙的妻子还穿着睡衣 带坐在警察局惊魂未定 因为她一大早醒来 竟然在家门口看到丈夫 全身是血没了气息 夫人赶紧报案 警方监视小组现场踩证 发现死者身上虽然有大量血迹 但是法医和检察官迟迟没有来相验 在不敢翻动遗体的状况之下 用肉眼看身上有多处刀伤 研判可能是歹徒跟监了好一阵子 到了家门口才持刀砍杀 由于前一晚死者和小儿子发生争吵 现在小儿子又失联 警方积极追起小儿子道案说明 要厘清这是否是一起儿子杀父亲的悲剧 怀疑说他小儿子是不是要请 要不到爸爸的那个是怀疑 死者的首席尽在身亡后仍能通话 警方终于在新竹找到藏匿逃亡的 越籍外劳 就是这位年仅25岁的越籍外劳 犯下杀害古董商命案 警方带着他重回现场模拟 软姓凶贤二十一号清晨四点 来到古董商龙井家中 为了偷走现金五百元跟两只手机 误触警铃一时慌张 赶紧躲在门口的冰箱里 当时被死者发现 双方起了肢体冲突 凶贤一气下拿起长 二十九公分的蓝坡刀 狠心地朝死者猛砍了十多刀 警方只还找到现场留下雪角印 比对下就是凶贤穿的球鞋 外老师年轻怕被遣返 死者又一直拉着他 所以他一时的心慌 所以就是连续的下了重手 死者的儿子因案发前 与死者要前发生争知 被认为涉案嫌疑 如今洗刷罪名 古董商命案又在死者头七 当天破案非常巧合 阳文校在越南是特种部队出身 经过训练刀刀致命 即便他辨称没有杀人故意 最后人被强盗杀人 判处无奇徒刑